好 我们继续来看 他说 那么你有办法 善寿善词 善观善路 基本上我们就说善意善畏 足为能比 足为足能未比 聚足先说不悔佛言 你不会讲错吗 那这个佛说的道理 你确实掌握了吗 那你在别人想的时候 那有没有法受非法 非法说法呢 不会法受非法 非法说法吗 那么不令比重 难问解责 堕佛处言 那么就是 你不会人家有问题 提出来的时候 你不能回答吗 那么你会讲错吗 就是你讲的没有道理 那为人被人家呵折 你讲这个没道理吗 有些会就这样 那你这样讲 没有道理 或是人家心里面 就这样觉得 讲出来 这样讲根本就没有道理 不合逻辑 这样是迷信 类似像这样 所以他说 不令比重 这些重就是 你跟他宣说的 说法的这些重 听法的重 那么不能理解 那么他问你 你不能回答 或是他认为你这样讲 你根本就没有道理 那么人家会觉得 那你根本就讲错 或是根本讲的不对 所以这个就变成 你说佛是这样说的 佛是这个意思 那其实这根本不合乎佛法 好 所以他要回去之前 但明显看到他们的不足 就告诉他们 你要真正的掌握的佛法 要体会佛法 就是善寿善慈 善观善路 那 朱比丘白舍利佛言 我等为文法固来议尊 来议尊者 我们就是为了听 那么尊者 这个舍利佛 那佛叫他去跟舍利佛 告假也是这个意思 他知道舍利佛 很聪明 那么听说佛 他跟佛告完假 佛说你去跟舍利佛告假 舍利佛就知道佛的意思 舍利佛就知道佛的意思 那么 所以 那么我们就是为了听 尊者说法 所以来尊者这里的 那么希望尊者 我愿尊者 去为我说 就是希望尊者 那么具体的 具足的 那么详细的 那么为我解说 那么 慈悲我们 安民故 能够让我们 清楚明白 佛所说的法 能够让我们 掌握 佛所说法的心药 肝药 好 那么舍利佛 就跟这些比丘说 严福体人 南严福体 严福体 基本上 严福体到底是哪里 那么 如果我们 以印度的地理来讲 就是 大概南印度 也不是南印度 就是佛所现在 所处的那个地方 因为说这个是 南岩福体人 那么也可以说是印度 也可以说是这个地球 也可以说是 这个太阳系 或这个银河系 反正范围 那么范围小一点 就是 印度 就是佛所所在的那个地方 靠近东方 但是可以 那个就是南岩福体 就是整个来看 印度来看 那聪明立根 就是比较聪明 那么 那么根基比较立 有岔利 若岔利若婆罗门 那么 他基本上有四信 岔利婆罗门 贝舍跟首陀螺 不过 贝舍跟首陀螺 很多都是没有接受教育的 在2500年前 比较说印度 中国也一样 那么 比较有钱的 他基本上 才能够去受教育 比较没有钱的 基本上是 以前不是用这种公民教育 以前都是私属 在孔子时代也是 那么 就是 你要有学费的 那一般人是 比较没有办法 那比较有钱人 还有女众 也比较没有 去学习知识 那 所以 一般都是学绣花 学什么 学这一种的 那大部分的 是没有读书的 那比较有读书的 都是高种性的 所以是岔利婆罗门 这是 形容 当然贝舍也有 但是比较少 贫民跟贱民都比较少 若长者若杀门 就是这一些人 比较有知识的这些人 他会来问你 知识分子 或是比较 有力量的 有诠释的这些人 那沙门 长者也是一样 年纪大 比较有智慧的 比较有知识 比较有智慧 或是 比较专业的 像沙门 那如果 同样是 沙门集团有很多 他是出家的 那么长者是 世间的 比较具足智慧的 那沙门是 在修行中 有修行的 这种理念 跟修行的 这种知识的 因为他就会学习 所以用这四个来说明 那婆罗门是 他们宗教的祭司 他们也是宗教的 他们就对你学习 因为他是不同的宗教 婆罗门跟沙门是不同的 那沙门里面 外道沙门 六师外道沙门 跟渠坛 佛教的沙门 又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 会比较有兴趣 那么另外 就世间的 比如说查理 就是比较高贵种姓的 他是比较有知识的 他一般都是信 一般印度的宗教 气氛很浓厚 他不是信沙门 就是信婆罗门 很少是 很少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印度可以说 90%以上 基本上都是有宗教信仰 只是信 沙门婆罗门不同而已 那所以这些 比较有知识的 就是查理主的 或是长者 那么他们会问你 因为有兴趣 他们会问你 就好像 我们听说 有人 从帕奥那边来的 从马阿西那边来的 从达埃喇嘛那边来的 我们也会问 你们那边都是怎么修 禅定是怎么修 那他的佛法观念是什么 那这些人会问 一定会的 因为你有兴趣 所以 如果这些人来问你 他一定会问你 他才说 必当问你 因为有兴趣 他会问你 奴彼大师 云和说法 以和教 教 教就是教理 以这个法教来教导你 下面那个教是教导 以什么样的言教 就法来教导 就教你什么 佛教你些什么 那他都是怎么说 就佛说了些什么 说这一些是要教导你什么 那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云和说法 就都说些什么 然后都教你些什么 那么 你应该要这样回答 他说 奴彤打眼 大师为说 调福御滩 以此教教 以此这个教来教 来教导 下面的教是教导 下面的教是言教 下面的教是教导 教导 那所以 他说 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他就是说 因为你那么多 佛法那么多 你要概要的说出来 佛法到底在说什么 你不能说 我从第一经念到最后一经给你听 佛说了这些 哪有办法 那么而且那时候是没有书的 他要说出一个概要 那么 一样 比如像以前禅宗 达摩西兰 那重要是在说什么 那佛法大义是什么 佛法大概的药义是什么 那就是讲 大概就是 你要把那个概要 佛法的概要 它精华 它重点 在说什么 那你要讲 讲很多都讲不完 那所以 你学了那么多 佛法到底在交往了什么 怎么教的 他教会了你什么 教了你什么 教会了你什么 那你学习佛法之后 你又得到了什么 所以常常要问自己 所以他这里也问 人家会问你 那你要怎么说 你们师父都怎么教你 你师父都说些什么 他怎么教你 那 所以像舍利佛问马圣 比丘尾是这样 你师父是谁 他都教你些什么 有没有 也是这样问 那个义学优头 半路 我要去 我要去路野院 渡乎比丘 半路义卷 一个沙门 优头 他也是问 那你师父是谁 他教你些什么 他没有 他先问你师父是谁 我没有师父 我自己成佛的 他就不问 你没有师父 我就不要问 你师父教你些什么 就变成这样 但是他都 你说你没有师父 你自己成佛 这么年轻 我才不相信 那就没有问了 那舍利佛就问 马圣比丘 你师父是谁 沙门取谈 他教你些什么 我师父教我的 你看 马圣比丘也回答 我师父教我的 非常地多 但是重点 重点 诸法应援生 诸法应援面 就讲这两句而已 我佛大沙门参作 就是说 最主要的是在说 缘起 诸法应援生 诸法应援面 你看他也是这样啊 那你说讲那么多 那重点教你些什么 那你要能够归纳 像这一句经那么多 那重点在讲什么 那重点在教离贪爱 那有的武运里面 重点在教什么 离无名 要不是离无名 就是离贪爱 那有些会详细说 那无名是什么 从哪里生起来 贪爱又是什么 又从哪里生起来 那你要知道从哪里生起 你才知道从哪里结断 是不是 你要知道因在哪里 你才知道 你要知道用什么方法 可以断这个因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佛法都是这样 那根本来说是无名 根本来说是无名 但是无名是一个比较 比较不容易的 因为它就是我见 所以要从贪爱下手 要不是从根本 从观念的无名下手 就是从贪爱下手 要不是断无名 就断贪爱 那无名断的时候 贪爱一定断 贪爱断的时候 无名一定断 那我们说过 那无名有粗有势 粗的断了 就是断生见 细的断了 就是断巨生我见 分别我见跟巨生我见 生见跟捕透球的我见 就这样 那贪爱呢 御贪跟色贪如色贪 御贪是比较粗的 色贪如色贪是比较洗的 那其实就是这样 那御贪断就正三果 分别我见 生见断就正出果 其实是这样 那你不管从无名下手 从贪爱下手都可以 但是无名断 贪爱就一定会断 因为无名分别我见 只要断 它一定会断巨生我所 因为它深刻 我们刚才说它已经入了 有法位了 有法位了 所以它一定 它不管遇到什么境界 它一定不会造作三恶道的愿 它的烦恼一定不会 一定不会起很大 起三恶道的烦恼 它一定不会相信 它有能力控制烦恼 觉察烦恼 漂浮烦恼 只是还没有能力断除而已 断除这个贪爱的烦恼 我见 因为它有法位 入法的 知法入法的 有智慧的 虽然还没有能力 因为 因为贱烦恼是顿断的 爱烦恼 没有办法 要见识 见识修行才能断除 要不断不断调伏 不断不断 不断觉察 不断控制 不断调伏 力量越来越强 智慧的力量越来越强 那么 这个烦恼的力量 越来越弱 那么智慧 也是心的作用 烦恼也是心的作用 智慧是 心跟正法相应的作用 那么 这个 这个烦恼是 心跟无名贪爱相应的作用 那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那其实就是你 把心用在哪里而已 你用在烦恼 烦恼就增强 你用在智慧 控制烦恼 智慧就是 第一个就是觉察相 有觉相 你要先觉察 先觉察 然后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觉悟 你觉察都不行 知道都不知道 哪里能够 哪里能够有智慧 能够觉悟 没办法 那这个是 佛法你要常常常提醒自己的 好 所以他就说 大事 如果人家问 你师父都怎么教你 我师父 教我 教什么 回说调腐地胎 就核心 你像马胜比丘 你师父说这什么 我师父 就说缘起 所以佛说 我论阴说阴 那基本上是这样 也一样的道理 那这里是从贪爱下手 这佛法两个重点 要不是从 从 从 无我 要不是说离贪爱 要不是说 无我 就是离爱 离贪 这两个而已 好 那么这里是从调腐浴贪下手 那调腐浴贪 前面要什么 有贪之有贪 是不是 你才能够调腐浴贪 贪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怎么样抓贪 抓贪之后 才夫贪 然后才杀贪 这是佛法的一个赤地 好 那么 如果他在问你 那么 那你师父教你调腐浴贪 要从哪里中调腐浴贪 要从哪里中调腐浴贪 好 是啊 那这里不是讲右路处 这里是讲五蕴 蕴香 从五蕴中调腐浴贪 这受想行事 那如果六路处也是 六路处其实就是 眼耳鼻舌生 对面产生畜具受想事 它还是在五蕴里面 眼耳鼻舌生是色 那么色身相味 畜也是色 那产生 产生这个义跟法 还有产生这个 产生这个受想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心 也一样 那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而已 那这里是从五蕴说 你要从哪里调腐浴贪 从身心中调腐浴贪 去讲这个 那身心这里就叫做五蕴 色受想行事 那么这个六处就是心跟近 主要是心跟近 那也可以说身心近 那么 那么所以说大师为说 与彼色 色底下一定是什么 受想行事 这叫五蕴 那么就是在我们的身心中 因为浴贪是从哪里生起来的 从身心中生出来的 那这个色 从近见 色身相味处就是色 眼耳鼻舌生就是色 那你眼耳鼻舌生 见到这个身相味处 然后心执取这个义跟法 那你现前看到的 那么进入那个内心就变成法 就法尘嘛 那么落泄 就是你这个从 经过你的义相续去执取 那就变成法 就是义对法 比如说那个人骂你 你在内心里讲 竟然敢冒我 那个已经是几秒钟以前的事了 就变成法 义对法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就是身心中的 身心中而已 那你就起这个浴贪 起这个称 所以大师为说 于补运中调腐浴贪 笔色就是色受想形式 后面是受想形式 那我们要合起来看 因为他都是习惯这样说 就是要在身心中调腐浴贪 我大师如是说法 好 那就是 简单讲 你师父都教你些什么 我师父教我要调腐浴贪 就是修行的要义是什么 调腐浴贪 要如何调腐浴贪 在哪里调腐浴贪 在身心中调腐浴贪 就简单了 明白了 对不对 那具体来讲要怎么调腐 那就是 你看到境界的时候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说法 但是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你比如说 马胜比丘跟德利佛说 你师父都教你些什么 我师父都说些什么 你师父都说些什么 我师父说缘起 那具体来讲 缘起是什么 此故彼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有 此灭故彼灭 那再更详细讲 因无名有行 因行有事 因事有名色 因无名有行 因行有事 因事有名色 乃至于 乃至于原生有老死 就讲这个 无名灭则行灭 行灭则事灭 乃至于生灭则老死灭 那这个就是具体讲 那再详细 阿比达摩一下 那什么是无名 什么是行 什么是事 就这样一直讲下来了 但是他的纲要就是 诸法因缘生 知法怨灭 他就这样讲而已 那这样讲舍利佛 我就知道了 就正出国了 你看 那你不懂得 你再详细讲 什么叫做缘起 什么叫做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一切都是因缘合合而有的 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 那讲这个 因缘生是讲什么 讲我们现在的状态 那因缘灭是什么 我们希望达到的状态 就解脱嘛 凡夫怎么样变成圣者嘛 修行的目的就是这样啊 从因缘生到因缘灭嘛 你要掌握那个因缘嘛 所以那个就是 你要掌握那个因缘法 所以你看那个 阿难要入灭之前 那个比丘送的就是法句 就是送这个 这个重点 若人受百岁 不见生灭法 不见缘起法 不如生以日而得见闻之 你看 他就把这个 做成法句来背诵 告诉你 掌握缘起 就是掌握的修行 了解缘起 你就能够体会修行 体会佛说法的法位 就讲这个啊 那你知道了之后 你就去 那什么是缘起 缘起这么重要 你活一百岁 你活一百岁 你不知道缘起 你倒不如活一天 你知道缘起 缘起有这么殊胜吗 有 那你就会去了解缘起 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嘛 结果你背了一百年 你也不知道 缘起是什么 那就没有意义 你看那个比丘 那个阿难就跟他讲 你背错了 不是 若人受百岁 不见水老后 不见白路斯 是不见缘起法 结果他回去改了 不见缘起法 他也不了解 他只受持这个法句 没有 没有善解那个法意 他今天就是改过来了 若人受百岁 不见缘起法 跟他念 若人受百岁 不见白路斯 还不是一样 没有差别啊 只是换个句而已 那你自己不能礼物 但是别人可以 别人听到了 但是他自己不能体悟 就好像六祖单才经过 那个诵心的人 知不知道不知道 但是六祖过去听了 就知道了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有没有 他就知道了 但是念的人可能不知道 就在那边念 就在那边念 念一百年他都不知道 就好像那个老太婆 念 他一样 他心有力量 他跳 都只一样会跳 一样 但是他翻过来 他就觉得 给格 他就没有办法 心就没有力量 就不跳了 但是 到底是 凤鸭鸭鸭正确 还是凤鸭鸭鸭正确 都不正确 他不是那个音啊 他那个意啊 他是在讲什么 他是在讲莲花生鸭明珠 所以他叫做大明众 他是有智慧 大智慧 大智慧是什么 就是莲花生鸭 就是莲花中的明珠 深如莲花 处在这个五周二世 不染 没有烦恼 莲花不染成 明珠 明珠 青色的来都现青色 黄色的来就现黄色 大便他就现大便 鲜花就现鲜花 他永远那个明镜 那么鲜花走了 他也没有留下鲜花的味道跟颜色 大便走了 也没有留下大便的味道跟颜色 他永远保持那个绝照 清明 要你的身心 要你的心像明珠 要你的身像莲花 这样修行 就身口一三月清静 重点就是这样而已 那合起来 其实就是 七佛通计里面的 诸恶莫作 重上奉行 自尽其义 他就是这样 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才知道怎么修行 莲花中的明珠 我马里摆摆 莲花中的明珠 现在那个人冒 我要像莲花一样 我要像明珠一样 我知道那个人冒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有烦恼之有烦恼 但是我不起烦恼 你这样会不会有智慧 这样就是大明珠不然 总词智慧 还有智慧 比这个更总词的吗 所以你说念 on money home对 还是念on money 不对 都不对 对的就是 你要有那个义 有义有畏 你要有那个义 善义善畏 你只有受持那个法 你都不晓得那个义 所以因为不知义 所以你就不能入位 法不入心 正法不入心 你的法都只是 口耳之间而已 入不了心 从这里讲出去 这里听进来 这里讲出去 都在这里而已 没有入到心 没有意义 就好像你煮的菜 那个没有营养 没有味道一样 吃还是这样吃 但是吃一板也没有营养 也不会感觉到殊胜 没有 那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 很多人学习佛法 一定要用这样来 减刑自己 真的 那不然很可惜 好不容易学佛 好不容易做人 好不容易学佛 真的好不容易哦 好不容易做人 好不容易学佛 好不容易欢喜听经 我告诉你也不容易哦 那么相续延续下来 可是可惜了 那么没有成就 为什么 没有真正去理解 天天读经 不知道经义 就有一点像 孔子三月 三月 三月不知肉味 天天吃肉 不知道肉的味道一样 因为心里面 想着别件事 受到那个音乐的影响 那你心里面 是想着什么 世间的东西 你想错了 那你没有真正尝味道法味 法的味道 你没有真正尝到 那可惜了 我相信大家 是那种 是那种好不容易的人 但不是那种 会让人家觉得 好可惜的人 好可惜 好可怜哦 就变成这样 真的哦 有时候会觉得 好可惜哦 好可怜哦 就这样 不知道学习佛法 那不能成为人 那成为人 不知道学习佛法 哎呀 好可惜哦 已经学习佛法了 那么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 哎呀 好可惜哦 对不对 会不会这样 会啊 所以 但是 你讲的 他又不信 他又相信那些 鬼鬼神神的 我常常说 现在国教就这样 上面的装神弄鬼 下面的就疑神疑鬼 都是这样啊 那后来就鬼鬼神神的啊 那后来死了之后 会去做什么 做鬼神 不是鬼就是神 因为你就相应这个嘛 心在哪里 业在哪里 缘就在哪里 报就在哪里 因缘果报是这样讲的嘛 你的心都在那个地方 你都在世间 你就容易在世间 你有浴滩 你就离不了遇见 你有涉滩无涉滩 你就离不了涉滩 涉界无涉界 你的心 常常起三恶道的烦恼 你就会在三恶道 你常常在鬼神道 你不去鬼神道 你会去哪里 你当然去鬼神道啊 你当然都造作那些鬼神业 你当然不去鬼神道 你会去哪里 一样啊 你造作出生道的业 你就会剁出生道啊 不是这样吗 你造作鬼神道的业 难道你不剁鬼神道吗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 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啊 真的 好 我们就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大师为说调谷玉滩 以此教来教导 那么他如果 他一定会再问你 那么我们要如何调谷玉滩 要如何调谷玉滩 那么在五蕴中调谷玉滩 好 那么你看他又问哦 好 那玉滩有什么过患 为什么要调谷 有没有 慰患理 有没有 你玉滩 这个是慰 慰着在滩爱里面 那我们说的法味 也是深入心 贪爱入心 跟正法入心 是不一样的 那么 就好像你罐子 装大便 跟装蜂蜜 装甘露 是不一样的 但是都是装啊 装在那个里面 那么玉滩 有什么过患 你看这个舍利佛 就是这样 阿比达 我的性格 他能够了解 佛法的真词意 而且能够让你 跟你分析归纳 就是舍利佛 这一点就是厉害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论 其实就是几个人传下来的 舍利佛 阿难 穆建炎 加瞻炎 大概是这样 那比较善于说法的是 善于说法的 那分析意理的 善于说法的是 加流头云 富罗那 然后加瞻炎 舍利佛 穆建炎 阿难 都善于说法跟分析 分析这个意义 好 那也没有几个哦 佛的阿的话 几万个 你能够数出来的 不会到 没有超过五十个 不然你算算看 真的 其实那么多 所以能够学习佛法 而且能够说法 说到让人家明白 其实也没有几个 那我们有能力 应该要学习 为什么 因为不管在家 诸家 在家也有 在家说法第一 智慧第一的是谁 植多长者 他甚至可以为 心境的比丘说 为跟这个舍利佛论 然后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外道说法 厉害啊 那个植多长者厉害 你不要以为在家里 在家里也是很厉害的 那植多长者 甚至可以去平破外道 这里面也有 我们知道有没有散过 忘记了 那后面有 如果前面有散过 你就可以知道 他去跟外道说法 因为佛陀在打坐 所以他就先去跟外道说法 那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浴滩有何审或过患 那么大师要 要在五蕴声调补浴滩 那这里的色 就是我们都要连起来看 才不会有 有阶段的感觉 于色调补浴滩 于受想形式调补浴滩 就是说因为你要不是在 你要不是在物质上去浴滩 就是内心上也是一样 浴滩是一种心 那心在这个色上去浴滩 在受想形式上去浴滩 热瘦嘛 所以你就会常常想要 想要一次又一次的 那么那个 直取那个热瘦 那一样 那美好的印象 那种快乐的感觉 快乐的感受 那种 那种色法上也是一样 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处 五蕴嘛 基本上是一样 那五蕴都在五蕴上运作 五蕴在五蕴上运作 所以你心才不清净 所以要叫你观呼吸 那个不会执着 你没有人会执着呼吸的 那心专注 离五蕴气五干 那心有力量 因为我们的心 都在攀缘执着这个东西 就散掉了 没有力量 所以让你有力量 那么能够隐身智慧 能够断除这个烦恼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 我们在五蕴中调伏玉滩 那么他说 那你玉滩有何过患 所以你要调伏玉滩 那你要怎么回答呢 因为如果不在 如果你在色色想行事 起贪爱 欲不断 贪不断 就欲滩 欲滩不断 爱不断 念不断 渴不断 可爱 可念 那么这一些 这里是讲 欲滩 念 爱 可 那这个不一定有一个刺激 他都是形容词 那有的讲 欲滩 爱 念 可 那么其实都是 像讲巨异味 巨味 那基本上 有时候翻译的问题 有时候是语法的问题而已 所以他这里讲 你在五蕴上调伏这个玉滩 假设你这个玉滩不断 那后面就增加这个爱跟念 爱念可 玉滩爱念可 就是你对这个玉滩 可爱 可念 那么渴望 这个渴是可以的渴 那这里的渴是可爱的渴 渴望的渴 比色若变 如果你不调伏的话 那么你一定会受苦 为什么 因为你所直取的 所贪爱的东西 一定会因为无常的法则 而产生什么 产生变化 那一旦变化 就不再是你之前 所爱念 所可爱的东西 这个时候 你一定会生 幽悲恼苦 你的女儿本来很孝顺 现在不孝顺 你的儿子 事业本来很成功 现在不成功 你所爱的人 本来对你很好 现在对你不好 那么这些 你的钱本来很多 现在没有 你的身体本来很好 现在不好 反正这一些都是 你只要在哪里执着 你就会在哪里受苦 为什么 因为你所执着的 任何一个现象 它都会变 它不会一直保持在 你喜欢的地方 我喜欢看你年轻貌美 所以我就一直 年轻貌美让你看 不可能 我喜欢你 你永远健康 那我就永远健康 来让获得你的喜欢 也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姻缘会产生变化 人都有老病死 那么一切的境界现象 都随着姻缘在变 只是长跟短而已 所以 你如果在哪里执着 那么你就会在哪里受苦 为什么 因为无常顾苦 我法师讲这个道理 那讲贪爱 这里讲 讲贪爱 欲贪爱念客 我们写一下 那基本上 我们讲爱 贪爱 无名贪爱 贪爱 基本上讲三种 自体爱 后有爱 跟境界爱 那么境界爱又分成 那么三爱或四爱 境界爱分成两种 自体爱 我们就是一般讲贪爱 那这个爱念可 只是程度的差别 也可以分在这里 自体爱 后有爱 这个是对现有身心的拦着 那未来生命的追求 那么这个是后有爱 就现有身心 这个无印身心的拦着 色是我 受想 情绪是我 那后有爱 对于未来 后有 是有跟无 生到 有想 无想 那么 有色无色 那未来的生命 永恒相续的追求 那这个 这个常常叫做可爱 这个有时候叫可爱 渴求未来 生命永恒相续 那么 这个是对于 现有的无印身心 拦着 拦着现有的身心 那么 那么 这个渴求 未来的生命相续 那么这个是可爱 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境界爱 这两个 这两个其实就是自身 现在的跟未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境界爱 境界爱分成两种 已有的跟未有的 就是比比喜乐 喜滩俱血 喜滩俱血 比比喜乐 那这里的所谓的 欲贪爱念可 可爱 爱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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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爱也可以说是这个 那么爱跟念 可以是这个 但是不一定要这样对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五种 欲贪爱念可 欲贪爱念可 那么渐渐喜滩俱血 比比喜乐 对现有的无印 那这个是对现有的身心 跟未来 未来将有的身心 这个是对现有的无印 爱来 欲贪 这个是对没有的追求 追求明文立扬 追求你现在有的 你直取 爱念不舍 爱念不舍 那么对于没有享有 可求不已 那也是这样 那这个是佛法在讲 我们的贪爱 在盖药 盖药 那在细讲 六处六处 对眼睛所看到的 就无印 产生贪爱 对耳朵所听到的 产生贪爱 就是这些 好 那这里说 所以说 欲不断 谈不断 在五印上 欲 不断 贪不断 欲贪不断 爱念可不断 那么当这个五印变异的时候 色如果变异 受想形式如果变异 那么你就会产生 忧悲恼苦 所以无明形式 明色六路 处受爱 取有 这个爱 直取 爱取 取就不断 就欲贪 爱念可 这个爱 然后直取 相续直取 直取 抓住了 不舍 爱念不舍 那就不断 其实这样 那么就会怎么样 就会招感后有 就会有苦 因为他变异就会有苦 从现在来讲 那么他有就有苦 那么你就会有什么 忧悲恼苦 最后就是 爱取有 生劳病死 忧悲恼苦 从他的出现 到他的消失 那么出现的时候 你有快乐 但是一面快乐 一面害怕 因为你害怕他失去 但是你害怕他失去 但是他一定会失去 无常法则 你害怕他失去 当你拥有的时候 因为你难得 难得拥有 神就是出现了 你拥有了 出现了 那么你难得拥有 那么你会害怕他失去 那么一旦失去了 你一定痛苦 那么没有失去 你虽然有快乐 但快乐中 你有担忧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一旦失去了 那就真的担忧了 但是 不管你拥有什么 他一定会失去 因为无常法则 一定会失去 真正不失去的是什么 有没有不失去的 对 叫做五分法则 你法则成就 你不会失去 法则会命 不会失去 所以他告诉我们 要用三种 无常的 来换三种 来换三种 坚固的 哪三种 生 财 命 用这个无常 异坏的五蕴身 来换什么 来换五分法则 那个不是无常的 那个一旦拥有 就不会 不会没有 法则成就 不会消失 那么用这个 这个短暂 无常的这个生命 来换什么 来换智慧 这个会命 这个会命 一旦成就 无神法人 一旦成就 也不会失去 不忘不失 那也不会失去 来换 用这个设身 来换 修行 来换法身 用这个生命 来换什么 会命 用这个短暂 那个老病死的 这个生命 来换什么 来换会命 用世间的 这一些 五家共有的 这一些财产 就是 这个财宝 就是金钱 金银财宝 这些七宝 就是我们的钱 就是财 就是福报 用世间的福报 拥有的这一些 来换什么 来换出世间的 法财 圣财 七圣财 信戒 惭愧 文社会 就是用色身 来换法身 用生命 地粹的生命 荣物厂的生命 用生命 来换会命 用世财 来换什么 来换圣财 写一下 这个是 以三种 无常的 来换三种 很常的东西 生财命 这个也是佛法教的 不知道在哪一经 我不知道 以三种无常的 来义 贸易 交易 转变 转换 转换 透过修行 转换成 生 财 命 应该是生命财 一般讲 生财命是比较好 生 命 财 用我们的色身 八弯重生 这个易脆易坏的色身 那么 易脆的色身 无常易脆的色身 来换什么 坚固的法身 无常 这个都是无常易脆易坏的 无常易坏的 因为无常 所以它易脆易坏 易坏 讲易坏好 无常易坏 变异的 因为无常变异 所以它易脆易坏 色身来换取 坚固 坚固不变的法身 法身一旦成就 一分法身 一分法身 那么 它一旦成就 它就不会失去 那么 用这个生命 用这个生命 世间的这个生命 来换取 贿命 所以我们说 法身贿命 然后用这个事财 世间的这一些 有价值的 不管你的什么 世间的这些 事财 来换取什么 圣财 圣财就是 你的内 你所具有的这些功德 那一般讲七圣财 信 戒 惭 闻 舍 慧 一般讲这七种 那主要就是 你圣者所具有的功德 那功德法财 那我们修行 基本上 就是这样 那 那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是 用我们的钱 来买功德 那这样是不对的 钱买不了功德 要透过修行 功德不是用买的 律师老师有讲过 假设我们用交易的方式 那么基本上 你钱好像也交给世间 但是也没有什么功德 你道不如 你道不如 不要求道场 跟你点灯 跟你消灾 跟你送金 你就单纯只是 供养道场 这个是布施 这个是布施 那你说 我拿钱给道场 叫道场法师帮我送金 人家是帮你做工的 对不对 那你有什么功德 你又不是布施 你是来买功德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功德 这些老师不知道 在哪一本书讲过 我忘了 但是我的观念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与其 你与其 拿钱 叫道场给你点灯 给你消灾 给你送金 你道不如 很单纯的 单纯的 那只是 我要扶持道场 让道场的法师 可以修行 可以利益众生 我可以从道场里面 听闻佛法 我帮助修行 帮助佛讲 我很单纯的 那个是一种布施 那个是一种布施 那你拿钱给道场 叫道场帮你做这个 做那个 做那个 就好像你拿钱 叫人家帮你打扫一样 那个是买卖 那个是没有功德 那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 那有什么功德 所以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把它转化过来 就是我们单纯的扶持道场 我们也不是说 那我们就 不是 你做法会交钱 那种 那一种基本上 你的心态 并不是说我要布施 不是的 我钱给你 你要帮我做事的 对不对 你要在佛前帮我点灯 帮我消灾 帮我送金 不是这样的 这个很单纯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 其实我就这样 我单纯 我就是顾止道场就好了 这样其实 这样其实是 那个心是不一样的 那个能舍的心 跟交易的心 是不一样的 你真正要交易 要这样交易 交易什么 用色身来交易什么 法身 用生命来交易贿命 用色财来交易圣财 增长你的性敬念 性戒禅定 惭愧文社会 增长你的智慧 其实是这样子 这样是比较有意义的 佛教徒应该要 稍微好好想这个道理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 他这里说 那他说 若于色 假色 他先讲 那么如果有浴滩 有什么过患 为什么要调腐浴滩 为什么要断浴滩 那调腐的浴滩 又有什么殊胜功德 所以要去调腐浴滩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那建坛 建断浴滩 前面是 那浴滩 留着有什么不好 那如果有浴滩 会怎么样 如果没有浴滩 会怎么样 因为他要断浴滩 他说 你师父教你什么 我师父 我教我调腐浴滩 这是第一点 你看人家 是怎么思考的 是怎么开展的 是怎么问问题的 那这个是舍利佛 他先想好了 他回去 他还没回去 但是他就已经教他 钢药是什么 那么重点在哪里 那第一个 你师父教你什么 佛法的钙药是什么 佛法的钙药 就是调腐浴滩 浴滩是烦恼的代表 好 那第二个 那要如何调腐浴滩 在哪里调腐浴滩 在身心 在自我身心中 调腐浴滩 第三个 浴滩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调腐 那么调腐浴滩 没有调腐浴滩 会怎么样 把浴滩调腐了 断除了 又会怎么样 你看 问得多仔细 了解的 你就是要了解清楚 为什么要 那你学佛什么 学佛就诵经 念佛 那送来不经 为什么要送经 不送经会怎么样 送了经又会怎么样 你要知道吗 对不对 那我如果不送经会怎么样 不送经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那送了经又怎么样 送了经好像也没有怎么样 那我问你 那你送经做什么 就送经的时候欢喜 不送经呢 送完经之后 没有送经的时候 那你送经前 你跟送经后 有送经跟没送经 差别在哪里 送经的时候不讲 那送经前 没有送经的时候 跟送经完之后 你对这个人很生气 那我会很生气 我很想打他 没办法 我赶快送普门品 送完了 当送的时候 专心送的时候 当然不会想到那个人 送完了之后 想到那个人 还是很生气 那有什么差别 没送完经 还没送经之前 很生气对不对 很气那个人对不对 还送那个经 给他写一张消灾牌位 看他也不会为难我 送完经之后 义父如是 那个人明天还是讲你 你还是很生气 好 我问你 那么我师父说 教我送经 消业障 可是我送完经之后 跟送完经之前 业障一样重 还是遇见那个 他还是骂我 我还是很生气 我问你 我问你 作用在哪里 对不对 一样啊 所以浴滩有什么过患 你有浴滩的时候会怎么样 你现在把浴滩调腐了 又怎么样 你要知道 是不是 所以一样啊 你常常要想这些道理 你才知道 我修行到底 有没有功德 有没有功德 功德就是作用 我修行到底有没有功德 内心 内心的作用 功是显现在外面的 德是蕴藏在内心的 其实是这样 那你要常常理解 像我们来听经 听经到底有什么功德 多闻人知义 多闻舍罪恶 那么多闻能够得解脱 反正你要理解 要有那个意义 你知道 而且你去实践 那听经到底有没有功德 诵经到底有没有功德 这个谁才知道 你自己才知道啦 你自己有没有变化 谁知道啊 你说有没有功德 要问佛啊 我念阿弥陀佛经 有没有功德 功德在哪里 问阿弥陀佛 功德送来给我的没有 我哪里知道 那你一般人是这样的 一般人是 我念佛 钱存在阿弥陀佛银行 等我死的时候 他一次拨给我 我就拿着这些钱 往生极乐世界 坐上那一个莲花宝车 坐上那个莲花 像坐高铁一样 坐飞机一样 坐那个莲花 去到极乐世界 那个功德都存在阿弥陀佛银行 不是这样子的啦 有的人是这样想的喔 你念经也一样喔 念经念经 存在那个观音菩萨银行那里 有一天你有困难 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来救你 就好像你开车开到一半 你那个信用卡 打电话给那个拖车 他还跟你拖车一样 不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啊 有没有你知道啊 那万一他不来呢 万一他忘记了 万一电话不通 你看你就这样 因为你也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啊 很多人说 念经念做 念佛有功德 功德到底在哪里 他也不知道 到他也不知道 反正有啦 冥冥之中有啦 那个不是冥冥之中有 那个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 不是观音菩萨决定的 不是阿弥陀佛决定的 是谁决定 你自己决定的 有没有 有没有你自己决定的 那你自己要 功德是什么 作用 你的心 念经 跟没念经 有什么作用 改变了什么 那么有没有作用 要看你的行为 这深口意嘛 从烦恼到不烦恼 从不觉察到觉察 从不清楚到清楚 从不慈悲到慈悲 从不忍辱到忍辱 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 从不布施到布施 从不慈戒到慈戒 这个就表示有功德 那如果没有 那么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烦恼无名 亦复如是 那你有用 那你在那幻想 我天天诵经 天天诵经 一定会有功德 不是一定会有功德 不是的 只有你在诵经的时候 心有一点静 静下来而已 其他没有 你对佛法也不了解 信心也没有更真上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事有若无 那么的信心而已 那念久一点 不想一个 观音菩萨改成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改成阿弥陀佛 那就这样换 换到最后 换成耶稣基督 我告诉你 真的有人这样子 真的有人这样 生病了 拜八十八佛 拜三千佛 念仁言咒 念阿弥陀佛 都没有办法 后来念耶稣基督好了 还是耶稣基督比较好 真的就有人这样 那么我们真的学佛的人 佛法不是说这个 功德不是在神那里 不是在上帝那里 不是在佛陀那里 不是在阿弥陀佛那里 我们很多念佛也这样 念佛 就幻想着阿弥陀佛 有无量的功德 当你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源源不断 把这个功德输送给你 一直输送一直输送 到你往生的时候 这个功德 你依这个功德 而往生基督事件 不是这样子 你念佛 要从念佛当中 生出信愿血 信愿成佛 然后知道佛 是用什么功德成佛的 念佛功德神力如是 神力是超越烦恼的能力 超越自己的能力 超越世间的能力 你本来是世间的凡夫 因为你念佛学佛之后 你变成多闻圣弟子 本来是愚痴无名凡夫 因为你信佛学佛之后 了解佛法的义理之后 你变成智慧多闻的圣弟子 这个就是神力 你有信进念定位 这个就是神力 那你有没有 你念佛了之后有吗 那么对佛更理解了吗 对法更深入了吗 你有成佛的愿望吗 你有成佛的功德吗 你要理解这个东西啊 而不是一直念佛就等待佛来救度 不是这样子的 等待我灵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 不是这样子的 完全误会佛法 所以你看 他要回去舍利佛 我再三叮嚀 跟他讲 你不要对佛法误会了 误会佛法是半佛啊 误解佛法 屈解佛意啊 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我告诉你 真的 那我们要好好的 那真的 不要成为可怜跟可惜的人 所以我们来看 把这个稍微看一下 所以他说 那么有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玉滩有什么不好 你要断它 那么断了玉滩有什么好 所以你要去断 所以他说 因为如果有玉滩 会产生什么结果 悠悲苦恼 因为他一定会经过无常 所以你只要有玉滩 有执着 你就一定会有悠悲苦恼 好 那么你把玉滩断掉了 你就不起悠悲苦恼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那佛法是离苦的 要灭苦的 因为有苦 所以我要灭苦 因为灭苦 我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 要灭苦之道 佛法就是灭苦之道 那么真正的苦是什么苦 轮回的苦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不但要灭轮回的苦 还要灭现前生活 生命生心的苦 所以前面是告你 夜报生 生苦患 心不苦患 你心 因为你这个夜报生 必然会受苦 所以你要先让那个心不苦 然后等到无语涅反的时候 就生心拒不苦 没有生死了嘛 其实这个次第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早上先讲到这里 就讲到 这个倒数第二行这里 因为到第三行这里 第四行 不起忧悲苦恼 我先把它认为忘记了 受想形式 亦不如是 好 那么下课 多谢你 感谢观看